萊姨 從遙控制著考慮這種考慮中習 作詞文資產的資格 以為奧運做了就業用的資格 這個火是我任內處理的少數重大事件之一 因為我們火警看到我會說我比它比較不容易 才會用必須的 有時候我開的時候說我都在開火了 所以這就是我的困難 然後我剛才來這裡站在這裡 火裡面本來要安排我去補償 我看得很好 我就說這個 我是配合度很高的會員 基本上剛才對火上面的研究 想到突然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領域問題 我想我...我北京話講 我完全想到了 有幾個作者在這裡 我應該... 講到這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家定位的問題 那剛好這跟所謂的黨國體制在台灣的發展是有關係的 大家都知道在1991年結束了動員刊斷的事情 那這也是台灣民主化真正的開端 這個家國教授寫得很清楚 這個...假如沒有透過大選可以決定誰來執政 這是違反民主政治的AB系統 那通常所有的課本都要說 你看中止動員刊斷 你看台灣自由化民主化 那大家忘記一件事情 中止動員刊斷 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是中華民國的刊斷 你也可以說中華民國式的一個中國架構 在這整個的憲政體制下 沒有瓦解至少也鬆動 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 那我加一句 這不在論述裡面加一句就是 那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 當然是中華民國想要結束內戰 中國內戰的一種論述或一種主動的表示 可是內戰的結束 不是靠中華民國政府當外面的宣誓 就可以解決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從這個角度出發 我想跟大家說明說 我要報告內容 實際上不是說故意把東西搞得很複雜 那是真的很複雜 本來國際法跟國際政治就不等同 本來存在就不一定合理 合理也不一定存在 這是一個事實 那剛剛考論內戰那些問題 現在講的是一個 國際網上怎麼處理的問題 可是現實上 中華民國自1945年12月25號開始 就開始用國內法統治台灣 那是另一件事實 那中華民國在1949年12月 敗逃到台灣 那實際上它統治台灣以後 那麼為什麼能夠在台灣實施所謂的黨國體制 這黨國體制當然不是在台灣新生的啦 這是國民黨一貫的理想 不過在中國大陸 它很難實現 到了台灣之後 之前有日本建立起來整套的 近代的統治的機制 加上冷戰體制 則在台灣有實現的可愛 那這種黨國體制 能夠存續它有兩個重要的正當性的基礎 作為它的論述 我先說明 我想是黨國體制 自己當作正當性的論述 不是我認為這是正當性的論述 這個應該要做一個區隔 那 這兩個正當性的論述 一個就是 它宣稱它代表 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 然後在台灣 一邊宣稱實施自由民主憲政 一邊有萬聯國會 一邊可以永遠執政 然後能夠在這穩固的基礎上 一當領政 一當領軍 然後用強人的意志 來阻擋台灣政治的發展 直到1930年來 那麼另一個正當性的基礎是 我們都知道 有選舉不一定是民主 如果沒有選舉 大概一定不是民主 那這樣你宣稱 你是自由中國 你是民主憲政 你怎麼要選一下 OK 所以台灣就 給了我們一個所謂的 加贏號 地方自治的選舉 這個選舉是大概1994年前 從來沒有一次是根據法律選 立即全部都是行政命 那為什麼呢 因為有法律的話 就是至少形式上 必須是依法行政 那這種形式下呢 中央或上級政府 不能夠肆意的 來侵奪下級政府的權限 可是假如是行政命令 應該是不一樣的 因為命令是我定的 權力有多少 中央政府可以隨時進行運動 這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制度 所以有朋友開玩笑說 如果是法律的地方自治 就要依法律監督 假如是根據行政命令的地方自治 那你就可以根據行政命令 要怎麼監督就可以怎麼監督 就是那種狀況 可是中華民國 正如剛剛前面兩位所提出來的 他在1919年12月以後 他跟台灣的關係也產生一個質疑 那就是不管中華民國政府 喜歡還是不喜歡 他跟台灣的重疊實在太大 在人口出來講 他重疊了百分之九十九 那這麼高度的一個重疊的體制 那麼到底 他這樣的一個狀況 如果處理他就不到 那更重要的是 因為他離開中國越來越久 全世界相信他代表中國人越來越少 所以台灣內部不然質疑 他可以不理我們 他在外在陸書上出現問題 剛剛說若銘政將 若銘政將教授就講到所謂 1972體制的問題 那出現什麼 因為1971年 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處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 連一輩子最愛中華民國的雷正先生都說 這個時候可能要建立一個 獨立於中華民國國之外的中華台灣民國 你就知道那種邏輯的思考是一個什麼樣的事 那中華民國一個中國論述 開始出現這個鬆動的時候呢 他就在台灣那取得多一點補強他正當性的這個問題 在蔣經國時代就是我們所謂的革新倒台 那麼反應在政治現實上就是開始有一些 有限度從中華民意代表真普選 到真額中華民意代表選權 一邊整個國民黨掌控的中華民國政府 可以繼續穩定的控制台灣 一邊宣稱取得了新的民意基礎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整個 中華民國的黨國 國民黨的黨國體育 在中華民國運作的一個外戰的正當性 那從剛剛我講的內容 你可以發現很有趣的現象 國民黨的黨國體育 在中華民國的這個統治的樣態 是宣稱它代表一個中國 可是它在台灣如果跟改革要扯上一點關係 那這個事情發生就是因為 大家開始質疑 一個中國的這個中華民國論述的有效性 也就是中華民國宣稱代表一個中國 這個說法開始鬆動 那它就會多少推動一種改革 反過來講在很穩固的時候 改革是人都沒有 這說起來是不想掉回的 我大概上次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總結來講我剛剛的意思說 我的工作是敘述 這個黨國體制的在台灣的一個發展 以及它的我剛剛講的兩個 正當性的論述的技術 那我想要再提醒大家 你如果認為台灣是中華民國的 那在國際法的旋律上 你就必須回答在什麼時候 如何它可以成為中華民國的 如果你認為中華民國 是一個在台灣的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也得論述告訴我 在什麼時候 它如何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且跟以前的中華民國 它要怎麼處理 那我想 這個台灣教育學會的立場跟中華民國 是清楚的 這一點我們就本會不需要這邊多做論述 不過學術系的這部分是應該多做台灣論述 因為這不只是一個政治問題 也是一個學術性的問題 謝謝大家